快看,就在下面,只要把它打歪,我们就可以得到一套完美的装备 一下秒掉 有了我们这套装备,打怪真的是太舒服了 尤其是打这种小怪 什么小小格拉斯 通通不是K 我来看看我的血量 已经来到了344滴 血条已经变成一个整体血条了 说明我们现在等级非常高 200来级的等级,有个隐身渡虫在打我 得到了一套这个,正好24个可以做一套装备 它的骨头我记得应该是不能做东西的 只是一种纪念品 走咱们带我去,做装备就是了 这套装备估计应该也有夜市功能 不管有没有 反正这套装备的防御力肯定低不了 装备有了,武器没有 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就该去挖矿了 还记得摸地里那八级的矿石吗 在我们的泰坦巨射生存里边 我们的泰坦生存会给我们提供大量的好的矿石 我们就用它来给我们做一些好的武器 估计矿少,应该用EMC值去获得更多 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大量的EMC值了 不知道我这转化桌里的九千多万够不够啊 这套装备已经穿上 看给我们提供了什么效果 生命恢复,抗性提升三,还有防火四 防御力可以说直接拉满 我来测试一下一件的防御力是多高 一件的防御力也是满 一件腿也是满 说明防御力是非常高的 那么把战利品摆在我们家周围 彰显我们的地位 连哥拉斯都不是我们的对手 接下来就去地狱了兄弟们 好东西就在地狱 不过这搞得应该是挖不了的 咱们这把野蛮的超级搞 应该是可以挖了 现在我们直接来到地狱 喜欢这个系列的小伙伴们 记得点赞关注 想玩手机同款模组的兄弟们 记得我们的手游夜风工作室 也就是MCS工作室哦 给大家做出更多好玩的模组 有什么意见可以随时跟我提 我这什么东西啊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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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莫迪的人怎么长得这么奇怪 还有僵尸 这么壮的莫影人 又是什么鬼啊 我去 别捣乱啊 我来挖矿的我是 挖矿 我再来挖矿的 哦 哦得到了 99万一个钉 兄弟们 赶紧跑 此地 不已久留 我的天哪 赶紧跑 还好跑得快 我听见了一个类似于格拉斯一样的叫声 太可怕了 99万一个钉 而且我这把稿子还挖不了13级的 看来真的得要这种特殊材料做出来的工具 我们才能够继续往下发展 哎 这里面泰坦那么多 我知道为什么每次我打泰坦 我都会被打得满地图跑 咱们就应该建一个泰坦单挑竞技场 让它无路可跑 什么样的材料比较适合呢 当然是鸡眼 大家众所周知啊 一般生物是很难够破坏鸡眼层的 对吧 所以鸡眼应该是最好的选择 刚才我们挖到的这个 看一下它能否做装备或者武器 OK做装备 最大生命值加8000 700多万一件 嗯 还不错啊 还能做稿子 我得拿它做个稿子 能做剑吗 850 怎么算都比我的那个厉害 快快快 快做 我已经馋得流口水了 哎呦 功夫不负有心人 先来一把尖 属性是什么 不重要 我们等着这个 一会儿给它重新 重新搞一点属性 裤子 然后头盔 鞋子 这属于一身入门级的泰坦装备了 因为它连哈肯点姆都不是 大家也看到了啊 哈肯点姆都不是 但是也非常厉害了啊 血量直接来到了24056 突然感觉 那加强版的梦里龙 也不过如此嘛 对不对 把这个扔了 稿子的话没有属性 所以就随便搞一个就行了 然后剑 我觉得剑一般应该没有最终之剑 厉害吧 我现在到底是用最终之剑 还是用这个 哦 哦 兄弟们 不能用最终之剑 看见这个剑下面有一种特殊伤害了吗 泰坦伤害85000 底下有一个泰坦伤害 呃 84 然后后边跟了一串 我根本就念不出来的天文数字啊 因为我这个剑是不带神器的 你想一想一想 手上这把剑如果带神器 翻三倍 特殊伤害 双成翻三倍 这个伤害是不是就很高了 绝对高 我现在拿这个剑 估计打梦影龙就是 一刀秒 哦 右剑可以干嘛 哦 右剑竟然能 蓄力 然后冲锋 哇塞 范围攻击 我都不需要知道那个怪物在哪里 这样的话隐身怪物 现在是不是拿我就没办法了 哎哟 突然想去地狱试一试啊 哎 去墨地也可以 刚才墨地不是怪多吗 哇塞 神器 要不要给他付个魔 要是付个泰坦杀手的话 应该更帅吧 二百多集 我估计能把我的小金人 点满了 我去 哈哈哈哈